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是亲证居家照护 居家隔离的准备 所以在这个期间 如何的吃出健康 吃出抵抗力是非常的重要的 怎么样备好所有的物品 然后当然是希望说 每个人抵抗都很强壮 投好壮壮 能够安然的度过 这一段疫情来袭的风暴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了这个专家 就是大城企业的副总裁 韩家银 韩副总裁 欢迎副总裁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今天这个总裁 真的非常的难得 总裁这么的忙 而且在这个 这样子在这个期间 其实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其实受到最深的 最重创的影响力 就是食品业 我们大城是从农场到这个餐桌 是全食物链的这个餐饮集团 然后在疫情上受到这个冲击 然后在这个 现在又加上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 这个要有非常强的 就是餐饮集团 就是要有非常强的抵抗力 才能够度过这个风暴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先从我们个人的人的抵抗力开始讲起 好 我在这个之前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大城市等于是全产业链都做嘛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农场一直做到餐桌 那你刚刚讲 其实受创很严重的 是最后的 其实餐饮是影响比较大的 但餐饮又要分好多种 那我们食品呢 它就不一样 譬如业务市场 它的影响比较大 业务市场就是给这些 餐厅啊什么 另外一个消费市场反而是成长很多 因为大家很多在家里就不出来 在家买回家吃 所以我们就发现 消费市场我们就成长非常多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 还有一点就是 您刚才讲的 就是不只是疫情 其实疫情一开始 我们就发现 这个很多国家东西 保护自己不出来了 譬如说这次 这个货户战争 乌克兰说本来是它是粮仓 我现在东西也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没办法种了 我们需要保自己 所以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一个粮食的供应 一个一个平衡 所以呢 我们要去到处去找 就哪边有没有多一点可以生产的 因为价钱比较好了 是不是大家愿意多生产 你就发现这个粮价不停的走高 其实跟石油 粮价 肥料 全部走高 那其他我先不讲了 这些东西都在走高 就会影响到整个的成本 其实做餐饮业 这个已经 客人不敢来了 然后成本又提高了 所以这个会 会真的是辛苦 没有办法 是而且这个 大家理解 大成集团 其实我们 我们生活上面 吃的东西 几乎都离不开你们 你看食用油 对不对 然后鸡蛋鸡各种肉品 然后到这个餐厅 非常非常多 品相非常的多 虾牙等等等等等等之类 然后所以说 在整个集团经营面 变到这样子叠加的 这个风暴的时候 他每一个 他每一个伸出去的 这个产业面 就像刚才 这个总裁讲的是 消费面 餐厅 还有 还有一个很重 还有一个很很大的一环 是我们 一般的 我们这个消费者看不到的 就是疫情来袭的时候 你后面的这些的防疫 物流 合作的这个单位 如何的做到 让大家能够健康 能够安心 这个其实责任非常的大 是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上次跟他们讲 我说你刚提到物流 其实我们如果从最前单的物流来看 我们要把 因为我们主要的原材料 我们公司原材料 很多是黄小玉 黄豆是做成油 小麦是做成面粉 这个我们的玉米 其实是做成饲料 所以黄小玉是很重要的来源 那大部分台湾是不生产黄小玉 所以大部分都是进口 嗯嗯嗯 所以呢 当你进口的时候 前一阵子 这个因为海运的关系 应该海运已经涨价 涨得添加 那也是我们的成本 对 那你要去找船 船有的时候 我们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 那这个 这整个海运都乱了 以前有货柜 container去抓空的货柜回来装 因为他们把这个电子物品送到美国 可能带农产品的原料过来 嗯 那回头贵 现在也找不到 所以成本都不断的垫高 所以 所以从 怎么样运到台湾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生产出去的东西 我们怎么运到每一个人的手里 嗯 其实这个是 另外的一个 那台湾我觉得蛮好的是 目前的后面的这一段的运输 都没有问题 嗯 那如果真的 遇到了封城 那就惨了 嗯 那那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运到每个人怎么去吃 对 那那现在因为政府已经 我看起来是他们决定不会这样做了 当然 所以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还是很幸福的 是 但是就是说 他也会牵涉到 就是说在物流的这一端 就是如果说染疫的人数增加 然后大家都必须要这个居家 照护隔离或自主健康管理 他影响的层面还是很大的 还是很大 你看我们像看这个中国大陆 他现在 他过去的这段时间 上海当然是规模太大了 可是其他的这些地方 你只要一封 一隔离 他这个民众 这个失业的人数 第一个先增加 你看他送不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快递小哥 他没有办法去去营业了 然后呢 他没有办法去去跑去跑单了 然后这个很多的 这个你你没有这个物资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怎么办 这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其实我们政府就是应该要在前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这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他都要像是军事演习一样 要做这个沙盘推演的 但现在他就把这些的责任呢 其实都到了每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身上了 所以他们一定都要有很多的备案方案 如果说是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话 他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替代人力在哪里 然后如何的使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呢 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期间的时候呢 能够有足够的物资 这个非常重要 那既然这个总裁讲到有关于物价的部分 那你们现在这样怎么因应呢 原物料的价格这样子涨大 那我们说实话 因为很多是应该要回归到市场面来是最好的 刚刚讲政府虽然他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他做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后遗症 其实是我们比较担心 比如说你不准涨这个价钱 你们之前不就是吗 鸡蛋 如果不准 不准 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 而是农民的问题 因为原料从国外进来的不停在涨 那你说最后淡价不能涨 因为这个要顾及到所有的这个人民大众 你还是这个到我们必须要问这个涨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短期的你说一个月就特别的原因大家忍受一下 但看起来不像是很短期 你很长期你就没办法 好那让我饲料炸 好饲料炸了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我跟乃金也报告一下 我这样看法 将来是要抢粮食 很可怜 因为前一阵子 好像全世界粮食 虽然还有八亿人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吃饱的 但是基本上粮食是还可以的平衡的 但是因为这个战争呢 又疫情的关系 很多国家不出口了 所以粮食是大家要抢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出高价去抢 其实我认为乌俄战争 乌克兰很多玉米是销到非洲啦 或中东有些地方 那他们没有钱 到时候他们东西一直账 那些国家比较可怜 台湾是算不就有钱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价去买啊去抢 所以你如果能够拿到 你当然如果你的农民呢 如果今天我把飼料涨了 你说诶弹价不能涨 那那农民我不赚钱 对他很多就不 就会更害兴啊 就会比较辛苦了 所以 所以就会缺 这个东西会缺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 让他们也要有获利 所以政府后来 有补助一点农民 所以农民现在就开始 慢慢的又复养 但这个都需要时间的 總裁您剛才提到這個非常的非常的有警示作用 你說要搶糧食喔 那現在你們這個在這個期貨你們現在在期貨市場這樣的價格 他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要做多少多長的準備 其實我們這幾個月都 的都我們都都沒問題了 也許我們都已經我們至少都三個月以上的 因為你運輸來度還有時間的 所以我們都要 那我們要去去看收審哪一個國家 有沒有增加 我什麼地方可以取代 就都要去看 我想我們就是我們 必須要做也是我們的工作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執掌 就怕我們怕的 對我們很怕的就是 有的國家 就突然他說疫情那時候很多國家說我不出口了 其實政府也關也知道 政府也緊張了 也來跟我們一起來 有談一些事情 說譬如說現在 前陣子 Plan Oil 就為什麼油現在長得非常大 因為棕櫚油 馬來西亞突然說 先要給我滿足我國內 出口 不能滿足 另外一個是 摘這個 這個 棕櫚的人工 進不來 沒有了 他們就不做了 所以他就甚至比較少 他就先要滿足 所以他不出口 不出口 那就 就 就又不平衡 嗯 所以呢政府現在也很多的 嗯 在想說台灣 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去種 但種就是少的 來不及啊 不是 種就他的土地很少 沒有辦法 而且來不及啊 也來不及 對 所以我們當然有 有一些儲存 那另外的 雞 好就全世界現在亂七八糟 我看 牛也非常 牛肉非常貴 貴得一塌糊塗了 然後雞肉最近 因為本來也有進口一些雞肉 是從美國來 美國也得了禽流感 所以很多雞肉進不來 所以 所以整個的 的物價就會有波動 那政府跟你們討論的這個結論是怎麼樣 他們有說 你們要不要 多進一點或怎麼樣 但是我們 我們都會 衡量 他有些什麼樣的這個措施或什麼的方便 業者 在這種採購上面 能夠 能夠 確保這個貨員的來源 譬如他 以前的這個 我們所謂進口的這個 稅 五個percent 他減掉了 但是我跟大家也 分享一下 從他開始講 那時候好像台幣 對美金是一美金可能26塊多 現在已經變成29塊多了 29塊多 其實5%早就沒有了 對 因為 因為台幣又在貶值 所以我們也在 昏 因為 因為 所有的 對出口也好 但對進口 就是他的成本 而且他那個5%的那個稅 他那個稅 拿掉了 可是他那個漲價的可能 已經超過 再加上這個匯率的問題 這個很沉重喔 對所以我們 我們只是看說 希望這個 多久 可以 恢復 因為 因為說實話我們看起來現在的 肥料 因為肥料很多是天然氣在做 那個 蘇聯 蘇俄 跟這個 這個我們說俄羅斯 他們是 出口的大國 對 那現在肥料就漲得一塌糊 肥料 你就對所有的生產 就會漲 所以生產的 東西也要漲 所以都是 這個息息相關的 都牽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肥料 漲了 這次 如果 4月多 應該是5月的時候 烏克蘭應該要播種 如果他還在打 他沒有辦法播種 而且設備壞了 這個就會影響到很多 那如果這一期沒有辦法播種 你今年的 農作物就變少 那你要等到明年 的農作物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要看 用什麼來取的 所以將來 真的對 食物一定要非常珍惜 是 我講任何的 我們從小以前不是 一滴血汗一粒米 我們從小的 現在 慢慢的 我覺得我們要 這很珍惜 就得來不易的食物 真的 這個 您現在聽到的呢 是大城企業的副總裁 韓家瑩 這個 原物料價格都漲 而且剛才 總裁提到的一個 其實 大響警鐘 就說 這個 可能我們接下來要面對 搶糧食的情形 這真的是 就是這個要這個是國家戰略 這是國家的這個 糧食的這個 糧食的這個供應 能源的供應 都是國家安全的 這個問題 那總裁剛才給我們 一個這樣子圖像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的了解到說 這個食物呢 我們 買到手上 吃到嘴裡的時候 他每一份都來的 多麼的珍貴 和不容易 那 在這個 原物料價格各方面都這麼 漲的這個情形之下 其實 像大城這麼大的一個集團 所以也是在這個 苦撐 就是盡量能夠吸收成本的 就是業者就 就吸收了這個成本 可是實在是到了這個 沒辦法 沒辦法的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他的 終端的這個物價 他還是必須要去調漲 大家都很 大家很喜歡 這個 那個豬排 吃這個炸豬排 聖伯店 您說以這個聖伯店為例的話 就是撐到了最後 不得已了 才必須漲價 我跟奶菁也 大概 因為我這個詳細 我今天 沒有帶資料過來 那 我們大概 譬如說玉米好了 玉米呢 在 最低那時候 前年嘛 差不多是在 1公斤6塊錢左右 嗯 那現在可能是12塊13塊 一倍 對7月可能還要漲 所以這個是 是 我們的 的成本 但他變成飼料 我們可能就是 假如是 他漲了一倍 我們可能漲 我先詳細的 我要再 嗯 再大概看一下 好假設他講了50% 40% 那你再變成了 豬 那豬這邊可能他漲得很低 豬肉是是航期前陣子的70塊 現在 我講是毛豬 現在他們80塊 快 那他的 本來他們的獲利是比較好的 現在就等於是前陣子 養豬是沒有沒有什麼獲利了 所以政府就緊張了 說豬籠不獲利 倒是不養了怎麼辦 所以 他就 適度發現 最近是豬價 因為完全是供需的問題 完全是供需的問題 那當然不 不好 不賺錢的大家就少 他自然就回 回上去 我說這個是市場的機制 然後他變成聖伯電 聖伯電其實因為 我拿了豬 我並沒有說漲太多 所以他漲一點點 等於是沒什麼漲 但是後面如果他的油 因為油漲非常多 嗯 粉也漲了 所以這方面他也會有反應 所以他可能是 也才不過漲了差不多 八個percent 九個percent 所以聖伯電漲的就 對 粉 炸出那個粉 粉也漲了 粉也漲 所以油漲最多 油漲最多了 所以 所以這個都是會面臨到 整個的 未來會面臨到的事情 其實另外一個是 以投資面來講 你現在 去看 我們如果現在要蓋廠 蓋一個工廠 你比 一年前要多 40% 的成本 所以你一下 哇 這人家4050%的成本 我們的 都快昏了 這跟你原來的預算是不一樣 所以 當你蓋了這個東西 都是要 這個成本 還是要顯示在你的 你的生產物的東西的成本上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會面臨到的一些 困境 這你蓋個廠 你那些都 都 那些都貴了 都貴了 而且你還不見得找到人 哈哈哈哈 人 人還找不到 你還不見得找到人來蓋 現在找不到人 啊 真的是 啊 是 艱苦啊 大家都 所以這個疫情已經造成了 這個已經 我們已經昏頭了 現在又來了一個烏厄戰爭 又把這個世界 又搞得 亂七八糟 所以 所以這兩年來 我已經兩年半沒出國了 嗯 所以我想 這兩年來這個 大家都在 大部分都在台灣 嗯 那真的 因為這個很不方便嘛 你出去回來 就要 隔離 所以這個實在是 很辛苦 這個對於整整體的這個環境造成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總裁 那 你們在這個階段 比如說 像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 就是 我就剛剛一開始就提到了 你就是要準備各方面的 物資 然後來去 應對 可能的 接下來的 這種的情況 所以這個 像這個部分 在你們的出貨端上面呢 會不會 有明顯的 感覺 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說在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其實吃好的蛋白質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大成的這個 食品集團的 這整個的產業 產業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就是提供我們這些 優質蛋白質 優質蛋白質的 雞肉啊 魚肉啊 蝦啊 蛋啊 什麼的啊 就都是 就你們家是很大的這個一塊 從出貨這一端 會不會有明顯的感覺到 然後我們在挑選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當然 我實際上在講因為 所謂食品如何去把它 這個食品的科技 不要浪費其中有一項 是 那 如何去把它保存下來 因為有的東西做得多 那如何保存下來 如何讓它 更美味 而且不會變胃 所以冷凍的技術是非常 對 高的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 這個 譬如說 調理包 你很很容易 現在家庭煮物有的不太願意做菜 但是你把調料很方便加個熱 回溫一下 他就可以吃了 那你如何去把這個冷凍的 能夠冷凍完之後 你回溫之後還是那麼好吃 這個就是一些技術 那你如何去把食材 把它保存下 如何去保存 就我們也在研究 譬如說你 你長文保存可不可能 那需要一些 厚殺的一些技術 那你冷凍保存 容不容易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 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 我一直在講 我說我們剛開始是從 吃飽 要吃好 吃巧 然後要吃出健康 出出美麗 那最後我們現在 又又多了一個 你吃的還有環保 沒錯 你一定要照顧到地球 能夠永續 所以這個都是 一直在進步 那消費者的需求 要求也越來越多 就是都是我們 都要適應這個 時代要走 像這個 大城的這個 冷凍這個食品啊 我竟然在吞口水 因為 你們在這個 你們在這個 冷凍的 還這種保存 他那個食物的 這個味道上 你的技術很到位 我在這個 香港期間的時候啊 然後那時候呢 就是 有這個 大城的 他們就是 我們就是有去採購 大城上 你們那個 雞肉啦 然後 那個 像你們的那個 冷凍那個 年菜啊 他那個 就一方面呢 他回復 他原來的 這個味道的 過程呢 很簡單 然後呢 那個滋味很好 這個都不太容易 這個都是要 這個都不太容易做到 其實我們是好多年的 經驗的累積了 那 當然我們最近 除了這種 調理包的年菜 其實我們年菜現在做得非常好 嗯 那我們後來 一直很想把年菜 可以銷到 全世界 把這個中華美味 或台灣的 這個 本土的美味 大家都好吃 銷出去 但我們都遇到一個困難 因為他有 肉的 呃 因素 他說 銷出去 他就說 你的豬 口蹄 呃 雞 青牛杆 都都 很多的 阻擋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要做植物肉了 嗯 那我們現在植物肉 董長給我們的目標是 呃 第一個 植物肉要至少要吃的 不能比肉難吃 就是 你不管是做牛或 甚至我們做海產的 植物肉 那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價錢不能比他們高 所以我們目前這兩個 呃 目標都差不多快達到 而且植物肉 他也很環保 對 那如果對 如果做成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連菜都變他取代我們就可以行銷到全世界去了 因為他們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說不能消 所以我們一直很期待我們趕快把這個做出來做好 那我請教這個副總裁啊就說這個植物肉他在營養上面是不是也 是不是也對於人體來講是非常的是非常的 他算是健康 對他是算很健康因為我們的 呃是很多東西去做調和的譬如說主要的東西是叫做 呃分離蛋白粉 呃就他是 呃譬如說大豆的分離蛋白粉一定是蛋白子90%以上 呃所以不管是大豆的分離蛋白粉 豌豆的分離蛋白粉 小麥米 甚至其他的我們還有一些蔬菜的一些 一些東西可以摻雜在裡面 所以他是跟以前 最早只是用 呃豆制品去做的有點 完全不太一樣 嗯 那我們甚至呢也有 呃裡面現在缺的一個就是B12 嗯 呃就營養素 我們又加了一點B12的營養素 讓所有的這個東西是很Balance的 呃跟跟真的肉質是差不多的 嗯而且比他更好 像這個呃比如說像你們的這些的呃 冷凍的這些食品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在一些比如說應該是有炸的啦或是什麼這一類的啊 他竟然可以去回復他原來的口感 這個這個你們在技術上面研究研究很研究很多吧 啊 當然當然這個是慢慢的一步一步來 那我覺得好多地方我們還是要再增進的 嗯 譬如說現在冷凍技術很多就是IQF就是奇數冷凍 嗯 他做完之後馬上就把他降啊降到-18度 嗯 那個 你直接說的越短他的原味保持的越好 譬如我們出了一個雞肉鬆 我們臺灣的我們的雞肉鬆可能 我認為是真的非常棒的 但是我們的 要求就發現你 因為我們都是用純的雞胸肉 去做的所以這裏面全部都是純的雞胸肉 但這個雞胸 就是屠宰雞之後我們認為六個小時之內就要把他殺青 不然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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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胸他的劍會斷劍 就不是那麼好吃了 所以我們 這麼的這麼的專業這麼的細緻 所以我們在六個小時之內 口感就會影響 口感就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 我舉例來講 那譬如說我們在印尼我們有 你的雞肉鬆很好吃 對 我們在印尼我們有蝦的 處理場 我們就那個蝦是消全世界 那我們就想說 印尼那邊有好多螃蟹 我們可以把那個螃蟹 運環也用冷凍的 我們發現螃蟹就不行 回來之後你就發現他 有阿摩尼亞的味道會綿綿 那我們就發現 每一種物種 他的 保存的方式 都不一樣 所以最難的我們發現是 是大雜蟹 你基本上你很少吃過 冷凍的生的大雜蟹 基本上冷凍生的大雜蟹 就沒辦法吃了 你弄出來就阿摩尼亞的味道 因為他的煤 冷凍的時候還不停的在作用 所以每一個 物種都有他的一些特殊性 我們很多地方我覺得 我們還是在增進 再去了解 再去研究 但我剛講 冷凍的技術也是其中一樣 如何保存 那現在 當然疫情來了 大家 有人跟我講說 哎呀我家的冰箱不夠了 因為 結果又買冷凍的食品 越來越多 大家有時候不願意出去 就買在家裡 對 所以會遇到這些問題 可是這個就是 可以讓你 可以 讓你過的這個日子呢 就是可以 安心無餘 像我就常常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 他那種雞胸肉啊 那種處理過的 那冷凍的雞胸肉 比如說 有一些部分 就拿來這個 半個這個沙拉啦 然後呢 有的呢 就拿來去 去炒一個什麼 就豆干啦 或什麼肉絲 或者是說 現成的 就是這樣的 調理包 然後再增加一些 味道什麼的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其實我們一定要幫忙 因為家庭主婦 現在越來越忙嘛 所以我們也盡量 讓他能夠 很快的 很便捷的 可以做出 做一個美味出來 而且可以依照這個家人的口味 做一些不同的 這個設置 不過當然啦 儲存是儲存 就是說你家裡 有沒有這麼大的一個 兵庫 是這個 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就 所以 因此呢 剛才這個 韓家瑩副總裁就提到說 哎 他們有一些的東西 他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冷藏 啊 最主要的就是 要方便大家 去這個 度過 所以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就有很 大大城在大陸 有 北京啊 上海都有很大的 這個據點嘛 那 大家知道說 這段時間 你到這個 中國大陸去的話呢 居隔的時間 其實是很長的啊 然後 所以呢 我有好幾個 這個朋友都說 他們就靠這個 大城的這個 冷凍食品 過得 頗為豐美 給大家提供 就提供大家做 參考 韓 韓家瑩副總裁呢 對於這整個的 食品產業鏈呢 當然是專家中的 專家 然後今天呢 副總裁呢 也要來幫我們 介紹一本呢 我覺得就 他就像是一個 食物啊 食物的 生產的一個 百科全書 這本書呢 是 大陸的作家 劉廣偉先生的作品啊 叫做 台灣呢 我們幫 牧果出版社呢 幫他出版的 這本 食學啊 哇 他真的就是一個 食物的一個百科全書 他裡面呢 對於食物啊 從 從他的 呃 從種子開始 開始 然後來做這個分類 編目啊 然後探討呢 食物呢 在我們人體機能上面呢 各種所引起的一個反應 然後怎麼樣吃食物等等 這是一個 他這位 劉廣偉先生 他等於把食物做成了一個 很系統性的一個科學的一個分類和講解 好特別喔 為什麼會 對 為什麼會來推薦這本書啊 非常難得 因為我 我在五年前我在北京上班了 那我其實就認識了劉廣偉先生 其實他在餐飲界非常有名 在大陸 他自己做了 這個叫做東方美食雜誌 其實他他的他的經歷很好玩 他做過農民 其實去養過東西 然後呢 他又去做了廚師 那做了廚師之後呢 他他就認識了好多人之後 他後來就開始做美食雜誌 所以他又在做美食的推廣跟教育 所以這一連串的 我覺得 他就做了就飲食的媒體 所以他就 我們就覺得 太厲害了 因為這個人他能夠還把所有的 詩 詩其實是太複雜也太龐大 他可以把它寫成這一本 這本書 但是 很多的東西要細 裡面再去添加 我覺得還有 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他把所有的東西 但是非常難得 他把所有的這個等於 把詩全部目錄 全部弄出來了 詩到底包括什麼 包括甚至你如何去 應該要注意 這個 這個 Quality 這個 quantity 什麼 數量 這個這個 我們的品質 我們怎麼樣去節省了 不能浪費了 甚至 食的文化了 怎麼樣去吃好的東西了 那這個 那怎麼樣是這個藥跟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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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食來 因為在藥之前 應該要吃好東西就不會生病了 沒錯 這些東西都他在這本書上都在在講 是 而且這個 劉光偉先生呢 他提出來的這個食學體系的這種科學體系啊 呃 他也其實受到了這個聯合國方面的這個重視啊 呃 聯合國的糧農組織 你看人類的這個 呃 人類在這個糧食上面呢 是聯合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啊 然後呃 聯合國的這個糧農組織 他們呢 他們呢 在這個 二十國集團的時事專家會議通過這個淡路道宣言的時候呢 對於這個劉光偉先生呢 所建立的一個食學科學體系呢 是給予非常高度的評價的啊 今天呢 在這個大成集團的這個推薦之下 在台灣呢 由慕果出版社來出版啊 這是呃 大成集團呢 呃 等於是 非常的感佩哈 劉光偉先生的這個劇作啊 所以來這個呃 支持他在台灣呢 出版這這本書啊 呃 他裡面呢 對於這個食物呢 做成了一個呃 很系統性的啊 科學性的這個介紹啊 從這個呃 食物的母體學啊 然後野生食物 對 然後人造食物 加工 流轉 啊 他跟人體之間的作用力啊 你看食物轉化為機體的認知啊 啊 然後時事文明等等啊 我覺得呃 所有從事這個行業的 的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哈 應該會 如果說您翻閱的話 會很讚歎這個 劉光偉先生 他在這裡面呢 為他所這個建立的系統啊 而我們這個一般性的這個讀者呢 我看到他這個裡面也都蠻很有趣哈 像他這個吃我們知道吃每天我們都在吃啊 人不能夠去能夠 明以食為對 對對對 真的真的就不能少食物 哎 可是呢 我們大概從來沒有想到我們吃下的一個東西跟我們的器官跟我們的作用啊 或者是說在中醫上面呢講到的人的這個系統上面產生的作用啊 他們說對一食同源嘛啊啊所以當然這個吃是極為重要 所以怎麼樣吃出免疫啊那個都是怎麼樣吃出好的一些對身體比較好的事情 這很重要都是很重要的 您說這個台灣現在也在強化有關於而食的方面的教育 嗯對因為剛剛通過的一個叫食農啊的我的教育法 嗯嗯 我想也是政府也是 其實我們一直很希望啊 這個這個我們的食慾是很重要的 嗯 那怎麼樣剛才也通過了一個這個的法 那我也我們也很樂觀這個看政府這樣子對這個特別重視了 對一個怎麼去農跟食那怎麼樣去吃在地的的的的的東西 怎麼能夠把把這些東西可以推管出去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一些啊我們這個其實我在在韓國的時候 我們就看他寫了一個字叫生土不餓 就是生土不餓的意思就是我生在這個土地上吃這個土地長出來的東西 嗯嗯嗯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土地上其實台灣怎麼去更精緻 雖然我們土地現在越來越少 嗯 但怎麼樣去做更精緻有效的利用 嗯我們不管是我們現在在在一樣在做呃我們什麼科學呃養殖 嗯我們怎麼去防止他有一些病的 其實病是很麻煩的事情 嗯怎麼用封閉式的雞舍去養雞 嗯怎麼樣讓他裡面是恒溫的讓他裡面呃夏天可以涼可以空調式的 嗯讓他的育成力會變好 好這都是我們在在努力在做對呃這個總裁講到這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之前的時候呢談過你們出的那本書啊就是那個雞肉蛋那個科學啊對 你們在這個呃養像這個雞啊然後蛋上面呢所做的那個系統那個也那個也非常的科學化他的那個他的這些的計算然後養殖然後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態之下可以讓雞好好讓蛋好讓人吃的好這些都要這些都要有很系統的這個方法哈 那臺灣當然目前來看起來我看白羽白羽肉雞啊是全世界的top嗯他的他的養殖水準我覺得豬這邊我們還弱一點因為要從育種開始嗯那養養養的豬的我們得病率還是高因為臺灣比較多多病那是如何去防範他們那甚至呃用什麼疫苗是不是可以來來來來阻止這些病毒就像就像現在一樣大家要打疫苗嗯 那那怎麼樣能夠讓這些東西呃能夠我們甚至呢希望更省力因為剛才人現在很難找嗯那所以我們也讓自自動化科學自動化的呃畜牧場我們用Sensor你從手機上就可以看到哦我覺得這個豬場裡面到底情形怎麼樣到底每一點他的溫度是怎麼樣濕度是怎麼樣阿摩尼亞的濃度是怎麼樣這都影響到呃育成率養的好不好 欸這個豬這個部分這個副總裁這麼的這個誠懇齁就說您說您在豬的這個部分呢他還要在這個經濟所以主要是主要的關口是因為臺灣的這個呃臺灣其實多病疾病啊多病比較病病病毒也比較多那另外臺灣如何去做育種把這個豬的育種能夠育得更好嗯這個我我覺得我們都是要有努力的一些空間 欸這段時間以來因為呃我們開放這個美豬進來嘛哦是所以這個呃大家對於臺灣豬的這個需求呢就拉高了啊大成不就大成就還有這個呃全臺灣唯一可以檢驗瘦肉精的民間實驗室喔沒有就我們實驗室是可以檢驗很多了嗯是是那當然當然這個呃目前當然呃臺灣我想很多的農民都很努力嗯 其實我們我覺得臺灣很厲害不管是水產養殖啊去產養殖啊其實甚至我們的種的東西我覺得臺灣以前都有非常多的研究單位嗯在在在把這個都在提升嗯我覺得您說要控制的很多的項目控制項目很多對不對對對所以我剛剛講的你如何去科學化的去呃去養殖自動化去養殖嗯你能夠自動化去控制這個是我們呃覺得還還需要再再強化嗯 嗯而且我看這個呃劉廣偉先生這本食學裡面啊他對於這個食物的這個生產跟環境之間的關係啊然後人啊吃到這個人體裡面我覺得有一些真的是也是大開也是大開眼界哈像他像他裡面提到這個你看吃我們連吃他都有一個方法學的體系啊從溫度速度頻率等等然後剛才這個呃副總裁提到的像比如說 sare falar 種植種植他也跟每個地方的這個水土什麼各種環境 都有關聯 所以他在 他在建立這個系統上面 跟對於整個的製造業者來講 對於很多的像研究這些食物來講 他其實也提供了很多很細緻和科學性的一個觀點 這真的是一個還蠻蠻有趣的書像比如說我看到他在講 說吃東西的 這樣子他說 因為呢我們吃我們不再講到說吃的那個頻率嗎 他說呢 人們呢進食的頻率是依靠我們的食慾和飽腹感 這兩種主要的管主觀感覺來調節的 他裡面提到說 各種動物的吃的頻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呢獲取食物的這個能力呢 因為人比較有這方面的這個能力嗎 所以我們吃的這個頻率呢 因為是來源穩定 所以頻率呢不斷縮小 所以呢這個 可能就一日三餐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有些動物 他可能在獵捕上面他不是那麼的方便 他可能一吃他就要 比如好多好多好多天好多天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他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講說 吃的頻率 我以為是我們吃東西的速度 原來不是 他是說 進食的頻率 對 他這本書 他有講說 最早 遠古時代 跟人就是去 去獵捕 嗯 完了再去 再去 去養 再去種植 所以他 他就從 那時候他就 盤古開店 就 就 就講 就講起來 所以就還還蠻有趣的 然後講到說 我們吃進這個食物的 這個溫度啊 他說因為人體的體溫 大概是37度左右 所以呢 食物的溫度呢 就不適合呢 跟這個體溫的相差過大 要比口腔溫度高 5度C到10度C比較好 好好玩 我這樣有的細細節的事 我都不是最清楚 不過我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洗溫泉 你42度可能很舒服 你39度就是臉 覺得涼了一點 你44度可能覺得太熱 像我們聖博店 那時候來 他 我就看他冰了好多 因為我們是日本合作的 冰了好多杯子在裡面 我說你冰杯子幹嘛 空杯子 他說因為啊 夏天的時候喝冰啤酒 所以呢就拿 就給一個冰的杯子 啤酒倒進去 我喝就 像是蜥蜴 完了他說 我說你為什麼冰呢 如果是用 常溫的杯子 一下倒進去少了一度 就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有的地方 這溫度也是很 很講究的 對 而且他裡面 這劉光也先在實學 裡面講 原來吃東西的順序 如果順序不對 會影響 會影響 營養吸收 然後他說 先吃熱量密度 比較低的食物 密度 越高的 要越後面 吃 哇我覺得真的是 學習很多 就是說 而且他裡面還提到就是說 熟食 會有助於人類 大腦的發展 你看 這是 長知識吧 哈哈哈 我們現在呢 呃 非常的這個幸運啊 有非常多這個優秀的這個 呃業者呢 為我們做最前端的 獵捕食物的 哈哈哈 我們還養殖啊 我們還要培養 養殖啊 然後幫我們挑選啊 然後呢 讓這些的植物呢 讓這些的植物啊 動物啊 在最好的環境的條件下面 就去生長 然後扣透過科學的一個方法呢 呃 層層的層層的把關 然後不管是冷凍啊 或者是說做這個新鮮的啊 這個料理 這樣子熱烹烹腾腾的這個食材 端到我們的面前 每一個在我們收到的這個 看到的這個食物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非常的珍惜啊 也謝謝 呃這個大臣集團的 我補充一句 這個台灣目前沒有缺糧的 嗯的危機 嗯 那我想也是經過我們大家的一些努力 我們要到處去尋找 怎麼去把它很順利的再運到台灣來 讓我們吃的都無慮 是所以這個大臣集團繼續努力 我們繼續努力 對我們繼續呢 吃的健康 呃吃的營養 吃出這個抵抗力 就靠這個業者加油了啊 我們加油 對大家加油 一起加油 是謝謝副總裁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平安平安 平安 謝謝大家 來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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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